高舞球 我是齊山大圍雲高舞球場總經理 我姓楊 楊世宏 有機會在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 高舞球的一些基本的嘗試 歡迎大家有機會到大圍雲走走 我們希望說 能夠對推廣高舞運動做一些貢獻 球桿齁 一般木桿基本上它大概都是碳纖維的 因為碳纖維的桿它的柔軟性才夠 所以一般木桿 絕大部分的木桿它的桿深 都是碳纖維的 這樣它距離會比較遠 因為它比較軟 沙道木桿就是球道木桿 一般來說我們就是 在球道裡面 如果距離離國嶺還很長 譬如武甘洞 還很長的時候 我們要去接近國嶺 鐵桿可能的距離不足 就用球道木 也是增加它的距離 那接下來介紹鐵桿 鐵桿基本上 我這次手上真的拿著四號鐵 鐵桿基本上 一般的鐵桿就是三號 三四五六七八九 PAS 十支 一場比賽 你能帶上去球桿最多十四支 這是高屋球規則規定的 你不能帶超過十四支桿 那最多十四支桿 那其他三支你就按照你的需求 服裝的部分 基本上 我們先從 但大部分高屋球的人 都會戴帽子 因為可能天氣熱嘛 太陽 衣服它的要求就是要 有領有秀的衫 不可以穿圓領衫 那褲子的限制呢 長短褲不限 但是有一個特別的規定就是 不可以穿牛仔褲下場 就是打高屋球 不可以穿牛仔褲 這是沒有禮貌的 鞋子一般球長是規定 你要穿軟膠軟釘的 軟膠質的釘鞋 你不可以穿硬底鞋 你硬底鞋穿下去會破壞草皮 球具打完之後 你要先讓它有一段時間封乾 不要急著把乾套套起來 當然到球場乾地 他會把你套好送回去 那你最好的方式是回到家裡 你要把你的乾套打開 讓它風乾 才不會造成它的水珠 造成裡面嗅死